导演的认识是他拍《小房子》的戏的时候认识 之后他有个剧本跟我聊 聊完之后我们聊了一年多就推翻了 推翻了之后我就没有认为会继续下去 后来有一天他来找我 给我看了这个剧本 当然我对科幻片呢 没什么信心 自己也不懂 我只会拍我自己陈诺师的电影 但他这个呢又是科幻又不是科幻 所以呢比较有信心 而且呢角色来讲对我有挑战 现在这几年里大家可以看见 我不断地去改变自己的形象 希望给大家知道 我不是一个动作明星 我是一个演员 所以呢我不管是功夫小子啊 或者是警察故事2013啊 或者新书事件啊 不断地在改变 希望给观众感觉我是一个演员会打 不是一个动作演员 因为动作演员的生命力是很短的 我希望长久演下去 所以呢 作为一个演员呢 要尝试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说这个也是我尝试的 尝试 尝试的开始 因为很少有导演来给个剧本 叫我演科技 从来没有一个导演来这边 叫我去演Superman啊 那个Ironman啊 那个太好演了 戴个面罩 传替身或者是传西纪 完了一脱面罩一喘气 就拍完了 太好 但是从来没有人 真的找我演这种戏 一开口又叮到了很多人啊 不是这个是他们自己 我看那个那个那个 The Rock 他跟我讲 他说我们拍那个七苏啊 素七 对我们叫完命关头 他说你太好了 他们坐那边 完了 全部都是不是CG 就是替身去拍完了 就是 其实我也很想去尝试这种 这种 这种拍戏 自己已经不是以前的 二十来岁 最传的时候 蹦上蹦下的 现在 还有机会演戏 也能演这种戏 我很开心 好不容易有个导演 找我演这个科幻片 我尝试一下吧 但是 原来不是传科幻 还是 还是有动作 真是 只是到Ending 那一两下 不能讲 就这样子 不能先报 对吧 还是科幻是在别人身上